我在朋友圈看到一张这样的照片 那个孩子在医院左手扎针输液 右手还在写作业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 做个视频 这个月初我闺女也发烧了 我知道她挺难受 但是我提前给她约的外教课没法退 所以说只能坚持上了 但是刚一上课 那个外教老师 他发现孩子的精神不对 我跟老师说孩子发烧了生病了 老师的原话大概是这样 孩子生病了应该休息 而不是上课 听到这个话 我身为父亲心里边挺不是滋味的 后来老师还说 等他身机好了再上课 这次课有老师出面申请退掉 说是老师的原因 你可以再继续约其他的时间上课 这是鲜明的对比啊 还不到一个月 这刚十一月下旬 闺女又发烧了 他们班一共四十多个孩子 前两天有近二十个孩子请假 我闺女算是其中之一 我这两天也被孩子给传染了 发烧咳嗽 我是深有感触 很难受 其实我内心也想工作 但是真的很困难 体力精力都不足以支撑 我干活 玩会游戏都头疼 你说还能干啥 所以不得不休息一天 没想到第二天 我的精神就好多了 可以继续干活了 但是等到晚上 病情又加重了 看来是没有休息好 没有休息彻底 别着急工作和学习 我闺女谈班前几天 有个同学发着烧 不止一个同学 有同学发着烧 还在坚持上学 有同学只请上午最后那节课 信息课 那节课请假 真是精神可嘉 但是有必要这么卷吗 才初一 差这么一天半天 就影响到 你考了清华北大985了吗 有那个必要吗 我也不知道 这个歪风邪气 到底是谁给带的 我的粉丝有一部分 已经有孩子了 还有一部分 未来也会有孩子 这个视频给各位参考 用PS500的主题医院 给大家做个视频背景 就到这里 再见